好 我們來看到說到這個台灣的名茶 鳳梨酥 芋頭酥還有牛嘎餅之外 這中國觀光客呢 喜歡吃的神級零食 還有它耶 被點名的是小破夫 中國網友就分享說 這小破夫常聞好吃 冰箍更棒耶 伴手禮店一開門就湧入觀光客 鳳梨酥 芋頭酥 牛嘎餅都有人愛 而且統統可以試吃 這位是來自山東的交換生放寒假 想要買伴手禮回去給親朋好友 有中國網友分享最愛吃一枚小泡芙 吃過的中國學生也蠻喜歡的 我覺得挺好吃 但是我覺得我應該不會說帶太多 因為我會想說多帶點鳳梨酥 一類就比較那種有名 他就拿圖片給我們看 說要找這個 不一定是那個大陸的 真的會來找一枚小泡芙 對 真的啊 我們會跟他說叫他去超商找看看 這名中國網友分享一枚小泡芙 從小吃到大 冰箍的口感 更是讚不絕口 也有網友說都搬整箱的 一枚小泡芙 外殼酥脆 還有草莓 奶油 巧克力 各種內餡 讓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手 吃過的新加坡觀光客也說好吃 草莓不錯 草莓不錯 對 對 是蠻香的 不只一枚小泡芙 這款一枚杏仁巧克力酥片餅乾 也有觀光客喜愛 整片吃貨捏碎吃 吃得到杏仁脆片還有巧克力香 甚至有日本旅客來臺灣 一定要喝三點一克奶茶 觀光客的心頭好還有牛嘎餅 是韓國觀光客的最愛 其他還有鳳梨酥 芋頭酥 奶油酥餅也各有擁護者 鐵蛋 老婆餅吧應該是 五花八門的臺灣 伴手禮跟零食各有特色 不只擄獲觀光客的心 好吃當然要買回去 跟親朋好友分享 這是張誠俊鴻 是Phantom 報道